要说起奥特曼中的天花板角色 神秘四道必定榜上有名 开挂班的逆天势力 再加上不到关键时刻不出手的装逼属性 更是让这四位成为了全宇宙兜底的最后王牌 那么除了这四位 哪些奥特曼拥有神四之下 忠奥之上的势力呢 本期阿则为大家挑选了八位 神四之下第一踢队的奥特曼 第八位 麦克斯奥特曼 麦克斯是号称史上最快最强的奥特曼 他和七爷赛文一样 天生就是骄傲的红族战士 而他的能力跟他的名字一样 麦克斯代表着他各方面的数据都可以称之为罪 是一位妥妥的六边形战士 从平成中奥的表现来看 很难找出与麦克斯匹敌的奥特战士 TV里的麦克斯完全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曾经击杀过的怪兽 一半以下都是其种类的最强个体 老麦也是第一个强行打破截盾防护罩的奥特曼 要知道截盾的防护盾当年可是无解的 其他奥特曼虽然也可以打败截盾 但却从来没有破防过 而且他所面对的还是加强过的阶段 这就证明了麦克斯绝对泛泛之辈 更加关键的一点是 麦克斯还可以巨大化到900米 普通五六十米高的怪兽 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一脚一个的驴 但配上万米长的银河大宝剑 如果怪兽没有像塔尔塔罗斯那样的顺应能力 那么等待他的必将是 由此可见 麦克斯在TV中的战力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神四之下的至强战力之一 如果黑小伙伴们要拿口转中 麦克斯的表现来说是的话 阿泽只能说 其他奥特曼挨了贝老黑 一下就不该了 但是我们的麦克斯却挨了两棍一爪 我就问你调不调 第七位奥特之父 作为现任光之国的领导者 兼安保部门保安大队长 奥特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奥特之父原明见 是早期光之国战力出身的营重战士 与还未黑化的贝老白 有着旗鼓相当的实力 但这还并不是奥特之父的巅峰战力 在数万年前 奥特之父入侵光之国 打得百万奥特战士节节百顿 最后奥特之父在奥特之母的助攻下 举起真正力 首持终极圣剑将皇帝奥特之父击败 但此生也因此落下了永远无法预罪的腰伤 之后的实力更是尼落千丈 尽管如此 奥特之父的实力 依旧能够在周奥中排名靠前 首先奥特之父的手中 有着诸多堪称变态的神器 比如能毁灭恒星控制光之国轨道的奥特钥匙 及防御与攻击一体的奥特亚铃 还有运藏奥特一族神秘力量的终极圣剑等等 八年前奥特曼 仅逼一个奥特手桌 只能通关整个巨集 而奥特之父的这些神器 每一件单独拎出来 都是其他奥特曼能当传家宝的 同时奥特之父 也是目前奥特曼宇宙里 三场最年长的奥特曼之一 招号奥特曼 十千兆格斗仪的被老黑毫无招架之力 然而一旦腰伤被贝利亚击动后 奥特就顺天生出了战斗力 不过其实是顶着debuff奥特之父的实力 依然不可小觑 在杰德奥特曼的祭威中 杰德输给极恶贝利亚后 奥特之父及时登场 展开领域与极恶贝利亚 整整缠斗了20个小时 我们熟知的奥特曼在地球上 只能战斗三分钟 而奥特曼在开展领域的情况下 依旧连续战斗20小时 其对手还是最强形态的贝利亚 仅净一点奥特之父的实力 就不应该遭到质疑 第六位 超级泰罗 所谓昭和时期奥特六兄弟的合体形态 世俗的远古欠超级泰罗 一个狂拽库线的皮套 由于没有皮套的加持 超级泰罗一直以来 都是容易被奥秘忽略的一个巅峰战力 超级泰首次登场于剧场版奥特曼物语中 首战一边以王者之姿 用一记戈之国光线 秒杀了昭和最强合体怪兽古兰特王 而超级泰罗再次登场 已是36年之后 迎戈尔中的奥特六兄弟在格尔达行星 迎战小剑人手下最强战力中的 摩尔德骤达两兄弟 为了快速结束战斗 六二再度合体成为超级泰罗 用一发宇宙奇迹光线 以摧枯拉朽之势 灭掉了古蛙兄弟 超级泰罗自从登场以来就从未吃过鞭 而且每次都是以几乎无敌的姿态 秒杀了拥有超强战力的敌人 可惜就是少了个新皮道 不然必定是奥秘心中无法代替的战神 第五位孟比优斯 而在这里说的孟比优斯 当然不是刚出场时的若基小梦 而是TV大截剧中的凤凰梦 以及在剧场版中出现的无限梦 众所周知啊 孟比优斯是拥有超强成长属性的奥特曼 虽然小梦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弱 几乎每次都要人帮 但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后 他开发出了最强体质以及若干形态 还学变了奥特曼的大招 在TV大截剧中更是变身成为 凤凰勇气形态孟比优斯 战胜了光之国的宿敌安培拉信人 要知道奥特之后在巅峰战力时 也是拼得终身腰伤才将安培拉信人击败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凤凰梦至少墙上傲服一线 而在剧场版中出现的无限梦 是梦梦又斯及奥特六兄弟之力 变身成为的全新形态 我们都知道奥特六兄弟的合体是超级泰罗 那么6加1合体的无限梦 按道理来说自然要比超级泰罗强啊 第三位 后山银河与闪耀迪加并列 奥权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不论你有多强 后山银河永远在你之上 没错 后山银河确实是有着这样的持力 只要是在后山 就算塔尔塔罗斯来了 都得跪下来求银河别杀他 毫不夸张地讲 后山银河完全可以和神四平起平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看看银河的战绩就知道了 看下加低牛叉吧 那可是能和奥特之神半手弯的男人 可到了后山呢 却被银河单手拿捏 灯都没闪就把对方给收拾了 这样bug般的实力 就问你绝望不绝望吧 但银河的战力也因此有着局限性 在后山是神 离开后山就变成了坤 而B内第三的闪耀迪加的实力 想必大家都比阿泽清楚了 初次登场便秒杀了 可以轻松毁灭地球的暗黑鞋神加坦极恶 第二次登场 同样还是以秒杀的形式 干掉了比加坦极恶强上一线的敌墨极恶 神耀迪加只要出场就是秒杀 因此他的上限究竟有多高 实在是难以想象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把闪敌放到后山和银河打一架 他们谁会赢呢 第二位赛罗 作为远古的亲爹赛少的实力 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不会怀疑吧 拥有宇宙最强的身体 首次数上便一一抵摆 在怪兽墓上轻松击杀了百头怪兽之后 还能接着调打贝利亚 而这只是赛少初始形态下的表现 更没提其他形态下开挂的赛罗了 获得帕拉基之盾变成为的究极赛罗 先是一剑 便击败了一颗星球大小的贝利亚银河战舰 再是一剑 将吸收了无数暗美纳拉矿石能量的 电弧贝利亚无情秒杀 在之后的剧集中 赛少也解锁了光辉赛罗形态 拥有着倒转时空的逆天能力 以上两种形态结合后 究极闪耀赛罗诞生 这一形态下的赛少 可以被称作神似之下的第一战力 曾用究极光辉赛罗弓箭 将全身形态的塔尔塔罗斯重创 更可怕的一点是 赛少是远古的轻跌 拥有无限开挂权 还不用担心被副号 将来只会越来越强 说不定有一天 甚至能超越神秘四奥 第一位令家奥特曼 要说究极光辉赛罗 是神似之下的第一战力 那么新生态11奥 合体而成的超级奥特曼令家 则是神秘第5奥 唯一的缺点就是 变身时间只有3分钟 在太佳剧场版中 初次登场的令家 为观众们展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 最终BOSS格里姆德 是现如今所有怪事中 唯一一个在宇宙中诞生之前 就存在的真神 拥有着令家于光明 与黑暗之地之上的混沌之力 新生态之后 刚开始就共同向格里姆德 发起攻击 结果对起来的时候 就跟挠痒痒一样 反观格里姆德 挺用一击 并将所有的新生态全部放倒 为了能消灭格里姆德 新生态将能量 全部注入到了太佳体内 就这样 3分钟实现的神秘四道 令家登场 面对混沌学生格里姆德 令家并未将其放在眼里 单手接光线 只是小菜一碟 一拳可以将 比自己大数十倍的格里姆德 击退 清除了自身实力后的令家 也不啰嗦 直接释放笔杀 将格里姆德击杀 而令家的第二次登场 是在银格三中 同样是以绝对的优势 秒杀了刚刚被复活的古阿大帝 令家完全拥有持平神祖的实力 只可惜变身时间只有三分钟 而且还要及其牺牲在十一奥 好了 以上就是阿德亚说的神祖之下 中奥之上的八位奥特曼 最次有其他看法的小伙伴们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你敢相信 喊别人一声吗 踩个香蕉皮 都能成为奥特曼吗 成为奥特曼人间体的契机 到底能有多离谱 你无法想象啊 通过对奥特曼人间体的分析 阿德为小伙伴们 整理出了他们成为人间体的契机 想成为奥特曼的小伙伴们 注意记好笔记哦 没准哪天就用上了呢 第一 提前内定类 最具有代表性的 当属泰罗高斯泰加三位奥特曼 泰罗的人间体光太郎 他以凡人之躯硬刚阿斯托罗姆斯 因实力悬术过大而落败受伤 孩子们发现光太郎后 喊来绿婆婆为他疗伤 由于绿婆婆实在是太像自己的母亲了 光太郎下意识地脱口了一句 妈 或许是触及到了奥特之母的内心 加上光太郎英勇的表现 奥特之母将奥特勋章赠予他 提前内定光太郎为泰罗的人间体 高斯的人间体五脏 是在七岁的时候意外遇到了与巴尔坦新人战斗 能量耗尽的高斯虽然年幼 但五脏凭借自己的智慧 硬是让高斯恢复的能量 出于感激 高斯在与武脏进行一番互动后 赠予了他高斯挥石 并且定下了勇者的誓言 为多年后的融合埋下了伏笔 而泰家则是被拖雷基亚打成光粒子后 来到地球偶然遇到 为救小怪兽险些遇难的攻堂优性 泰家就学他后就一直寄宿在优性体内 内定了他未来人间体的身份 甚至12年后还把泰打斯夫马也拉了过来 使优性成为了第一个三奥人间体 第二类意外事故 没错说的是初代和泽塔 初代在追击百姆拉的途中 不胜于驾驶战斗机的藻田相撞 以至其失去了生命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交通肇事罪 初代将生命赋予了藻田 使其成为了自己的人间体 这是什么 这是肥塔魔棒 肥塔魔棒 在你危急的时候 只要用了它 那你就会 就会怎么样 呵呵呵呵 你就不用担心了 泽塔虽然也是追击盖内加骨来到地球 但他没有造成任何交通事故 而是与摇晖驾驶的散文家一起并肩作战 只是因为自己的学艺不禁 即使与人类联手 他也不是盖内加骨的对手 自己反而和摇晖一起被打到冰死状态 为了拯救彼此的生命 泽塔才动用奥特一族祖传的合体医疗法 将摇晖选为自己的人间体 与因为大意导致人类失去生命的出弹 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第三类 主动倒贴类 这类人间体也是小伙伴们熟知的 成为奥特曼人间体的方式 最早被人类世纪感动 将其选为人间体的奥特曼是杰克 在特供袭击城市的时候 香修术为了救孩子和小狗 被特供破坏的建筑砸死 在目睹香修人为了救他人 不顾自己生命的勇气后 杰克被深深地打动 于是他与香修术融为一体 使其得到了第二次的生命仇生 而这一情节 也经常被后续推出的奥特曼所致敬 无论是艾斯还是麦克斯 他们选择奥特曼人间体的理由 都相差无几 到了杰德奥特曼TV 令人与赛罗更是直接对杰克 进行了完美复刻 值得一提的是 布莱泽也是目睹了 贤人的应用行为之后 才将他选为人间体的 在TV第13话 通过布莱泽的回忆 我们可以得知 贤人在执行任务的途中 将布莱泽当成了需要帮助的群众 对其伸出了援手 正是因为他的友善 布莱泽才认可着 这位热心的小伙子 于是在TV第一话 对其伸出援手 第四类 欧皇附体类 他们相比于其他人间体 就显得非常特殊了 在TV里 他们并没有做啥惊天动地的事 也没有做什么见义勇为的事 就是突然被奥特曼选中 成为了他们的人间体 第一位幸运儿 带拿奥特曼的人间体 飞鸟 他在宇宙空间实验时 遭到了怪兽的袭击 自己驾驶的飞船 则被彻底摧毁 就在飞鸟漂泊在太空 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 他被神秘的宇宙之光包围 以此保住一命 更是在火星上 凭此光芒 变成为了带拿奥特曼 属于是把运气报复点满了 但要说最离谱的 还得是洪凯啊 他和加古拉一起登上战士之巅 加古拉提前登顶 却没有得到欧部之光的认可 洪凯虽然略慢一仇 却一击入魂 当着加古拉的面 变成了奥特曼 至于为啥欧部选择了洪凯 或许是他知道 架过了奥特曼的身份吧 第五类 代代相传类 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类 他们并非奥特曼的第一任人体 而是传承于前辈的力量 有时候甚至不用和奥特曼本人沟通 就可以直接拿他们的变身器 例如维克特利 维克特利交给了维克特利安 维克特利圣枪 用于更好的保护维克特利母水晶 虽然使用者想要变成奥特曼 必须要得到他们本奥的认可 但仅凭变身器 正能拥有强大的力量 为了争夺维克特利圣枪的使用权 无数场内战接踵而至 直到第一位人间体 使用维克特利圣将 变成了维克特利 才阻止了战争 而说起传承的力量 那就不得不提到奈克斯斯了 它的势能者远不止聚众的六位 通过奈克斯斯24话 我们可以得知 从远古时代 就已经有了许多 继承奈克斯斯力量的势能者 他们就和纽带一样 将光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当势能者的使命达成 奈克斯斯就会将下一任的势能者 引到梦之遗迹 并赋予其光之力量 由于提尾里登场的势能者 大多都有着沉重的往事 为此也有不少人喜欢牺牲 想要得到奈克斯斯的传承 首先得有悲惨的过往 第六类 血统遗传类 这类人间体真正诠释了 什么叫做七分天注定 三分靠把兵 直接引在成为奥特曼的起跑线上 最出名的一位 就是迪迦奥特曼的人间体 大谷 由于继承了超古代战士的遗传因子 他得以与迪迦融合一体化 在TV本篇并没有明确说明 大谷是如何获得 超古代战士的遗传因子的 这是很模糊的说明 大谷就是迪迦 直到2011年5月25日 迪迦外传远古复苏的巨人播出 我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 大谷的儿子 原意虽然继承了大谷的基因 但是因为基因的弱化 他变身的迪迦 只有20米的不完全体 而在原因历经磨难后 发现村子里变身 迪迦完全体的阿姆仪 居然是自己的祖先 这么一来 关于大谷体能拥有超古代战士遗传因子 就说得通了 同样的设定 也出现在2002年登场的德凯奥特曼里 TVD同时登场了两位德凯的人间体 除去主角明日剑奏大外 另一位则是未来奏大的后人明日剑 他们的关系也是祖先与后人 由此可见 想要成为奥特曼 有一个奥特曼祖先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 他们就没有人间体 而是直接化作人类的模样 在地球上生活 例如雷欧 爱迪 杰德 不过其中也有些特殊的存在 他们虽然本人是奥特曼 但他们在地球上 却是借用其他人的外貌 赛文最早是为了绘制 轨道地图来到地球 目睹了萨摩斯郎 为了拯救他人 甘愿牺牲自己的英勇协位后 他被人类的善良与勇气打动 于是赛文在救下萨摩斯郎之后 变成了他的模样 在地球上行动 而孟毕尔斯来到地球时 看到了地球人的宇宙船失事 船长的儿子 板红人 为了拯救他人 甘愿牺牲自己 孟毕尔斯即使拼尽全力 也未能将其救下 一方面是被板红人 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 一方面是为自己 没能救下他而愧疚 因此孟毕尔斯将板红人的魔药 作为自己的人静体化身 所以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成为奥特曼人静体 简直是难上加难 虽然现实中 我们还没见过奥特曼 但兴许有些小伙伴 就来自于光着国欧 只是隐藏了身份而已 好了 以上就是成为奥特曼人静体的 六种方式了 想要成为奥特曼的小伙伴 记得做好笔记哦 本视频仅为阿泽的个人看法 并不具备全微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说在怪兽阵营中 像安培拉星人 塔尔塔罗斯这样的强者 是怪兽阵营中的元帅 那么谁才是怪兽阵营中的 将军和先锋呢 今天阿泽就带大家来看看 怪兽阵营中 实力担当中流砥柱的人物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将军级别 第一个 巴尔坦星人 诚然在初代奥特曼中的巴尔坦星人 实力一般般 但出现在MAXTV中的巴尔坦星人 实力可谓是很强了 他们的科技能力 已经进化到了一个 几乎闻所未闻的程度 轻轻松松造出数百个分身 如果没有MAX奥特曼的阻止 他轻轻松松毁灭一颗星球 那还不是手刀前来的 很可惜 这只巴尔坦星人 遇到了光之国吕布 TV MAX 自认倒霉吧 第二只 安东拉 安东拉在初代奥特曼里面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了 是靠着诺亚之神 留在地球的侵蚀 初代才能击败安东拉的 而在MAX奥特曼的TV中 安东拉更加强大了 被称作史上最强安东拉 单打得斗TV MAX 根本不是安东拉的对手 最后还得靠诺亚之神 留下的蓝色石头 重磨了安东拉后 才得以将其击杀 这要是出现在其他人的TV中 那不得杀川了 第三只 扎拉不信任 其他角色并能获得对方的相应能力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没吃过啥好菜吧 扎拉不信任没见过几个高端战力 目前扎拉不信任 变身的实力最强的 应该属于梦比尤斯 与奥特兄弟中 变身小梦和真正的小梦打架了 但也被暴怒杀的小梦消灭了 这只怪兽非常适合去打游击战 只要不正面刚干啥都行 反正有变身能力 只是要在战场上到处游走变身 偷袭就行了呀 而且本身也有一个用来输出的光线 伤害也不算特别低 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第四个 希多拉 一个能活着从初代手下走出去的怪兽 如果当不了将军 那初代可就太拉了 原型是鸟和恐龙的结合体 有点像石灸 口中能喷出6000度的高温火焰 光凭借身体能力 就能把初代按在地上摩擦 而希多拉的速度 也是能让初代的大招 斯派秀姆光线根本无法命中的 是一个能扛能打的正面的大将军 第五质 凯姆拉 这只怪兽虽然有着很明显的弱点 如果他要是一心奔着摧毁城市去 那谁都阻止不了他的屠杀 凯姆拉有一个大型的AOE毒气技能 可以将方圆10公里的单位全部堵死 而且除了弱点之外 他身体上的其他部位防御力也是非常高 甚至能抵挡初代奥特曼的斯派秀姆光线 但他背部的弱点也是真的致命 爱了人类的一发火箭炮就快要玩完了 最后死于火山的爆炸之下 但大家想想 这只怪兽要是组成了一只赶死队 那人类不就玩犊子了吗 第六只 百姆拉 这只不用东西 作为第一个来到地球的怪兽 他按理来说本来应该算个先锋 但他被官方定义在在宇宙中到处破坏的怪兽 说实话 可能是因为有着光速飞行的能力能到处浪吧 他的攻击手段真要让他去摧毁一个街道 估计都要好一会儿 但要是让百姆拉利用自己变身蓝色球的能力 在战场上当个游走 那不是顶呱呱 最好的是带着扎拉布仙人一起赶路 美滋滋 第七只 吉拉斯 这只怪兽被称作维京怪兽 顾名思义 有维京的时候强目的 维京一被撤下 顿时变成战姆渣 不过有一说一 他在有维京的时候还是非常强力的 特别是他能射出拥有百万伏特威力的电击光线 这个光是在战场上扫射的话 威力就很夸张了 他的位置非常适合去做加坦极恶大元帅下面的偏将 当一个纯粹的输出手 加坦极恶吃伤害 他纯输出 第八只 加马库吉拉 一只喜欢吃珍珠的怪兽 攻击力有点低 但防御力是真理高 能让炸弹在肚子里面爆炸得毫发无伤 但因为攻击手段少 攻击力低 所以注定他就是个活肉盾 而且还是一个拥有可成长性的活肉盾 在剧中他在吃了爆炸物之后 体质就更加强了 所以我建议就是当鲁格赛特的坐骑 当一个偏将吧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先锋了 两国交战 先锋是一定要有说法的 那么什么样的怪兽才能当先锋呢 第一个布鲁顿 四次元怪兽布鲁顿 因为他是处在四次元的生物 所以他的很多行为会彻底颠覆我们的认知 这也就使得他很难对付 他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 如果作为先锋的话 那么布鲁顿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战斗力 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其次布鲁顿还有一个特殊身份 那就是宇宙次元的垃圾桶 所以一旦布鲁顿被消灭 那么就有一定的概率会诞生出宇宙之学 虚空怪兽格里加 这位可是一位灭世级元帅级别的怪兽 一个被称作bug的存在 没有宇宙之争的 他就是无敌的 有了宇宙之争 那也得考验你的实力 第二只 加伯拉 承认在初代奥特曼诺的那只加伯拉 确实有点辣 但是在新奥特曼这部电影中 加伯拉的光线可是饱含了辐射 而且能持续发射这么久 会灭一两个城市 应该也是轻轻松松的吧 用来当先锋关来 阵阵场子 还是非常香的吧 第三只 内龙嘎 这只在不少的作品中都出现过 喜欢吸食电力 能力是放电和隐身 说实话 即使没有奥特曼 能力想要击败他 貌似于只需要搞个红外线眼镜就行了 他也没有多么大的破坏力 就只有吸食电力和放出电力 这一个问题了 不过说实话 人类现在的科蒂想要免疫他的攻击 简直不要太简单 所以内龙嘎 只能当先锋 而且是敢死队的那种先锋 隐身上去一次性甩出所有技能 不然下次再出场就毫无用武之地了 第四只 雷德王怪兽中的第一大傻子 攻击高防御后血量后 但智商有点不够用 点了一个还没他手大的脑袋 简直就是大傻串的翻版 不过这也不是啥优点也没有 首先没脑子 其次肉 这不完美符合了鲁格赛特的标准吗 雷德王又是一个量产型怪兽 只能让一群雷德王绕着自己当肉店 再来个结盾开罩子 自己在中间狂射 咔意状态下的创世安婚曲 这不是无敌吗 第五只 贝斯塔 这只怪兽确实是很辣了 初代登场也就是补了个刀 甚至初代不补刀 他也熬不过几分钟了 自己去油田捉乱放火 然后自己被自己放的火快给烧死了 确实牛逼啊 但有一说一 放火这个东西 那可是大型AOE 而且奥特曼中 怕水怕火的可不少 贝斯塔只是鸟子有点问题而已 争论破坏力 他完全可以和巴顿相提理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知道 有哪些适合当先锋 或者当将军的怪兽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众所周知 奥特曼世界的天花板 无疑得是神秘丝傲了 与他们交过手的反派 就没有一个留有权势的 也正是凭借强厚无比的战斗力 让这四位成为了全宇之中 谁都不敢惹的存在 那么问题来了 现有的这些奥特曼中 有没有谁有机会成为神秘第五奥呢 本期阿泽找来了 令加 迪加 塞罗 奥富 后山银河 以及新奥亚克 一起看看谁最有资格 成为神秘第五奥吧 首先先从令加看起 如果单转硬实力的话 令加的实力 绝对是榜单上相对来说 最接近神似的那一位 你想想 11位新生的奥特曼才能融合出令加 光是素质的暴力叠加 就足以让不少怪兽闻风丧难了 更别提令加 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殊能力吧 此外 令加的战绩方面 同样可以用恐怖二者来形容 虽然只出手过两次 但他的对手可都是狠叠色 一个是宇宙混沌鞋神格里姆德 另一个是三位一体的古阿达迪 两位中的任何一位 都拥有吊打整个新生代奥特曼的力量 但很不巧的是 他们碰上了站在新生代之巅的令加 这两位在令加面前 真就跟小鸡仔一样被随意拿捏了 那么为什么战力如此恐怖的令加 难以位居神似之殿呢 那是因为令加有一个纠结弱点 那就是只能活动三分钟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十一位一体的令加 还存在三分钟的限制 这个设定看起来没啥 毕竟令加对上绝大部分的对手时 都能在三分钟内解决战斗 但如果他碰上的是传奇海踏结盾的 那还能在三分钟内解决战斗吗 大概就是不行的吧 而且解体之后的正奥都是闪魂的状态 这个时候要是反派乘胜追击 那新生代战士们不就团灭了吗 所以单凭这一点 就加塞加排队在神似之外了 第二位巅峰奥夫 由于说一样 如果单论资历的话 奥夫觉得是光之国最接近神似的存在 毕竟奥王三十万岁 奥夫也已经十六万岁 再过十四万年 奥夫也能凭借资历挤进神似之列了 开个玩笑 神似可不是单凭资历就能进的 关键还得是硬实力 你巅峰时期的奥夫实力确实很强 但那也就是在巅峰期 而且这辈子就跌了那么一次 就被安佩拉星人留下了永久性的刀伤 实力方面大打折扣 如今更是退决二线 当起了战时指挥之类的角色 如果单论巅峰时期的奥夫 那确实是光之国当时的最强战力 可如今奥夫已经和最强两个字 渐行渐远了 天员位列神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第三个赛罗 作为光之国献如今的最强战力 赛罗的实力自然是慕庸之一的 拳打贝利亚脚踢小剑人 可谓是以一己之力 拉高了整个安保部门的KPI 此外赛罗还有四个究竟药形态 看成是奥特曼之罪 一般的怪兽光是见了都得下个半死 更别听女之交战了 哪怕是光之国目前的头号大敌 阿布索德特一族 见了赛罗也得位居三分 乍一看赛罗好像完美符合 成为神似的所有条件 但实际上差距还是相当之大的 咱就别的不说 光就战尽这一点 就足以将赛罗拒之门外 你见过哪个神似是动不动就吃个憋的 哪怕是赛罗目前最强的激光形态 也是在首战的时候 因为无法掌握力量 惨遭小金人的随意拿捏 赛罗想要位居神似之列 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只有解锁更强的形态了 第四个后山银河 好家伙 这位更是重量级 后山银河的实力 相必大家都是懂得都懂 像什么古兰特王 黑暗奥特兄弟 哪个不是在后山惨遭银河的正义制裁 甚至是有着诺亚素敌之称的黑暗扎机 再碰上后山银河之时 也只有被随意拿捏的份 毫无夸张的说 只要战场是在后山 谁来了都得爱两个逼斗再走 为了赞扬后山银河强横无解的战斗力 坊间更是流传出了这样的一句俗话 神似之下我无敌 神似之上一换一 既然银河的战力这么强 那他是否有资格成为神秘帝王呢 这一点显然也是不行的 银河在后山确实是很强 没有错 但你看看 出了后山的银河都会被削成什么弊样 哪怕是跟维克特里合体的银河维克特里 现如今也是排面全无的状态 所以说银河同样没有资格成为神秘第五二 第五个 领家 常态迪家的实力 相比起神秘四二来说 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 如果迪家掏出极致违心的闪迪 那么情况就完全离人了 毫不夸张的说 闪迪或者是榜单上 最有可能成为神秘第五二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闪迪的实力强劲 两次出手 两次碾压对手 其次闪迪和诺亚一样 共享光的最大化的设定 那既然如此的话 闪迪是不是就坐稳了神秘第五二的位置呢 飞也 闪迪虽然实力强设定掉 但却有一个缺点是无法忽视的 那就是登场条件极为苛刻 你想想啊 神四虽然来无隐去无踪 但当出现危及全宇宙的大事时 也能随时随地的出现 哪怕神四中登场条件最为复杂的赛家 也只需要赛罗代拿高斯三奥合体而已 反观闪迪呢 要么需要全世界孩子的希望之光 要么需要超古代战士的力量 不会是要多繁琐有多繁琐 所以单凭一个登场限制 就足以将敌家排除在外了 第六个 亚克 没错 就是今年的新奥亚克 也是神秘第五奥的有力竞争乐 没啥别的原因啊 就是设定太bug了 众所周知 今年的新奥奥特曼 主打的是一首想象力 而想象力这个东西吧 就相当抽象 它不像各种外挂形态一样 有具体的数值加成 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也就是说想象力运含的力量 可能比我们目前已知的所有力量 都要强大 后续如果能力觉醒 甚至有可能会做到心想事成的地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亚克的能力就相当变态了 你想想 只要一个念头 立刻就能解锁各种各样的强化道具和形态 反正们还有得玩吗 而且想象力这个东西 又和希望奇迹这种概念力量极为相似 哪怕做不到心想事成 开个维心挂之类的应该也是没啥问题 再加上极致希望的代表是闪迪 极致奇迹的代表是赛加 想象力的话 目前只有一个亚克 也就是说亚克的上限是相当之高的 甚至高到位居神似之列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了 以上的内容就是阿泽的猜测 目前的亚克显然是不足以碰瓷神似的 一切的谜题还都得正收开播时才能揭晓 所以综合开下来的话 榜单上的所有奥特曼 都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足以和神似并列 甚至连接近的都没有 想要振造真正的神秘第五奥 估计还在等后续的剂情了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有哪些奥特曼 有资格触摸到神似的地板砖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有问题远古有哪些亲儿子的话 那么初代赛罗小梦等一众奥特曼 必定榜上有没 你问为什么没有赛文啊 那是远古亲爹 别人回归叫客串 赛文回归 那是远古在给他上梦呢 那么大家想过这么一个问题没有啊 各个时期的远古亲儿子都是谁呢 本期就跟着阿泽的视角一起去看看吧 招和时期 远古亲儿子可谓是一目了然 分别是初代和赛文 这两个一个是奥特曼系列的开箱之作 另一个是远古高层刻在DNA里的清洁 待遇自然是高出别的招和一头的 就比如说初代吧 后续的客串可谓是一抓一大把 而且每次都是逼格拉门 会有一种老大哥的威严 也就是因为初代的成功 后续的奈欧斯帕瓦特等奥特曼 都是以他的形象为蓝本设计出来的 甚至到了令和时期 远古又请来了《安夜秀明》 和《通口真思》制作了《新奥特曼》这部电影 而《新奥》也是不负众望 成功的拿下了第54届幸运赏最佳媒体部门奖 成为了奥特曼系列第三部幸运赏得主 可以说初代作为远古亲儿子的待遇什么的 还是相当不错的 相比之下 咱们的远古亲爹赛文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你说初代客串拍电影啥的都能理解 毕竟人家是开山之作 李莹享有这样的待遇 但你赛文是凭啥 就凭你随处大 就凭你不洗澡 人初代有的东西赛文一样也不少 初代客串就场后背 赛文客串直接在客场里装逼 初代有新奥特曼这部电影 赛文反手就输出个概念电影 而且过两年还得出新奥特赛文 你看看初代有的赛文基本都有 而且还都更好 相反 赛文有的东西初代还真不一定有 就比如OV系列吧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 赛文整个张和奥系列 唯一一个能在提名完结几十年后 选择出OV剧情来补充世界观的作品 而且一拍就拍了四部 再比如在200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远古明明已经穷的 结不开锅了 但为了给清洁赛文过四十岁生日 即便是砸锅卖铁 也还是拍出了赛文X 就从这份孝心 家人们把泪沫打在公屏上不过分吧 后来到了新生代之后 远古的模型行为依旧是只增不减 各种赛文严肃哪怕是硬插也得插到剧中 也正是远古内部的种种魔阵行为 才让赛文作为了远古清爹的位置 看到了昭和世青远古之父和远古之子 那么到了平成时期 哪些奥特曼有资格被称作远古亲儿子呢 其实没啥遗忘啊 那肯定是赛罗和莫比优兹吧 作为远古清爹赛文的儿子 赛罗的含金量 想必大家是懂的都懂啊 虽然起初的设定是一位问题少年 但在老爹赛文的后门安排下 来到了二王那边接受秘密特训 后来光之国陷入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 三船两巧就将贝利亚击败 之后的故事中赛罗的待遇依旧是只增不减 领先了不少大电影外传不说 各种练的强化形态可谓是拿到手软 光是究竟要的形态赛罗一个人就有四个 堪称是奥特曼之最 但在不如新生代时期后 赛罗的待遇稍显拉卡 各种败迹也逐渐多了起来 甚至在杰德时期 还有败给过达达这样的黑历史 但这些都是建立在赛罗平凡客串的情况下 你想想 要是一个奥特曼冷门的步行 那他根本连客串的机会都没有 而到了云阁三中 赛罗更是结果的纠装形态 成为了目前唯一一个能在单枪中 正面压制小金人的角色 哪怕是最新的亚克奥特曼的TV中 也有着对赛罗15周年的隔通致敬 这代言说他是元祖亲儿子 相信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嘛 而孟比尤斯作为奥特曼40周年的纪念座 盘面什么呢自然也是给足了 出生长吃变了着奥特曼一众奥特曼剑星 剧行进入中后期后 更是迎来了一众招和老二和人间体的回归 甚至人气常年垫底的爱丽也在小孟TV中 迎来了唯一一次的人间体回归 而在TV之后 小孟同样领先了不少的剧场版和外传 成为了当时远古最炙舌可热的头牌人物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饰演日比夜未来的50蓝损失 如今的形象和当年实在是差的有点大 但好消息 如今的他已经开启了减肥之路 并且从他近期的事情来看 减肥已经出现成效 只要双包愿意 回归什么的应该是指之可待了 接着时间来到新人代神心 这一时期的奥特曼待遇基本上都当差不差 没有谁的待遇能断压是领先其他人的 三分之下赛云能略高于其余结益的 也就是银河和欧布了 银河和欧布比多斯瓦 作为新人代的老大哥 点点特色照顾也很合理 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银河这部剧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战力公开 精非紧张 奥特曼作为人人定化等等 但即便是在多重debuff的加持下 银河依然在当年创造了不同的收视率 成功让风雨飘扬的远古 再次看到了奥特曼这个IP的情意 奥特曼作为奥特曼系列50中年的纪念国 无论是剧情质量还是剧过水平 都是在新人代时期数一数二的存在 但由于欧布的TV剧 开创了大界定量的星河 因此欧布也喜提战王的美誉 因此外欧布的演战剧也是星星代本最多的 除了TV外 它还仍有外传剧场版折扣系列三部 但这是新人代号出版中最豪华的搭配 但美人就比得上 欧布最多形态三位一级 其实是没炸排面 刚才两个角色就惨断为偶 最后还在靠原语清洁范文就少 才能影响取胜 后期的客战更是惨不忍睹 不是在识别 就是在去奇别的路上 或许这就是高人气得能复兴的代价了 最后的绿河时期 这一时期里面称得上亲儿子级别的人物 阿泽估摸着也就一个态家了 那这是为啥呢 别急且听阿泽细细道来 哲塔TVG的质量是很优秀没有错 甚至还是奥特曼系列第二个星星上的获得者 但你出去打听打听 哪个亲儿子级别的人物 连这个市长版都货不上的呀 特利加德凯这对难受难 你就更不用多说了 说他们是大不远之作也不为作 不来这个话 虽然所谓智杖军属上乘 但巨大门手势是拉了个大垮 临河时期的远古亲儿子还得是太家 作为临河时期的老大哥 光之国的皇太孙太家的代价其实相当不错的 巨大门更是垫了当时所谓的新人的奥特曼 合理成为了新人的最强的令家 令家这道呢 不然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奥特曼 但无论是从外星 还是合成方式都可以让是太家的形态 从这一点就不能看出远古对于太家的天爱了 此外 太家名义上的最终形态 太家三公司的币姆 也是新生代文序巨大能够保持超高屁股的形态 在赢队中奔赏之 太家三公司的币姆更是开发出了闪耀状态 先后展现了捷克和百费新人两元大将 但是光之国阵营这边不可多得的高端战略 所以说太家是远古冰河时期的版本 一直也是合情合理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要知道哪些不侯时期的远古亲儿 跟他换一段评论器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